中文字幕志愿者 公元1517年 王阳明以文官带兵任南干巡抚 用兵如神的他仅仅用了三个月 便彻底剿灭了为患作乱几十年 南干四大匪患之一的詹师傅 经过这场大战 王阳明一举成名朝廷轰动 圣旨表彰 众人纷纷前来祝贺 可此时的王阳明却是面无喜色 忧心忡忡 那么此时的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 在南干地区除了剿灭盗匪之外 还有什么事情令王阳明整日忧心忡忡 人们常说沉默是金 为什么王阳明却说沉默是险呢 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历波教授一起 追随一代新学宗师的脚步 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 体味我心光明的豪情 敬请收看五百年来王阳明第十五集 破心中贼难 按道理仗打赢了应该很高兴 对不对 再接再厉 但是杨明先生这时候有一句千古名言 后人屡屡提及 确实是一句非常重要的敬言 就是我们上一集最后说的 要破山中贼意 破心中贼难 一个人碰到事去战胜 其实并不难 最难的是什么呢 和自己周旋 战胜心中的自己 那个杨明先生就说了 这个地方的匪患 积三十余年 对不对 一直很难评判 不是说官军没胜过 官军也胜过 有胜有负 但是为什么 这个匪患却成燎原之势呢 是因为前面的人 只把它当作完成任务 打胜一仗 然后就向朝廷表公 然后我自己完成了任务 我就走人了 没有真正的解决当地的百姓 他们的问题 你解决了一批土匪 还有新的这个匪患出现 所以灭了又生 生了又灭 这个地方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 就是百姓心中的心中贼不破 官员心中的心中贼不破 这其实已经涉及到杨明兴学最后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 就治良知 不能让这个主管的这些官员的良知发现 不能让当地的百姓他们的良知呈现 这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 所以三中贼虽然破了 心中贼不破 那不算真正的 最后要什么 要达到治良知 不光是杨明先生自己 也不光是他的学生 还要当地的百姓 都治良知 那么最后才能根本的 使得这个地方长治久安 彻底去除匪患 这叫破心中贼 这个就不得了了 杨明先生有这个眼光 大明王朝其实得意于此 我们很多人都以为 杨明先生 其实最大的战役 只是凭那个宁王之乱 对吧 然后前面有凭南干匪患 后面有凭广西匪患 可惜都不是什么大的战役 以他的军事谋略 那是一代军神 毫无疑问 但其实你不要小看 他这个匪患 正是因为杨明先生 这个破三中贼义 破心中贼难的 要此地长治久安的 这种观点 才使得难干匪患 后来彻底解决 所以这个就是杨明心学的 实学精神 不只做表面文章 要解决根本问题 但要解决根本问题 你首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不能随大溜 不能人云亦云 最重要是解决自己的内心 要让心 心安理得 那才破了心中贼 所以你看那个体育运动员 那个往往最难过的是 自己心里那道观 那个俄罗斯有个 这个跳水皇帝 萨布丁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跳高皇帝 布伯卡 布伯卡后来 跳高天赋很高啊 但是后来很难超越 自己的一个界限 在世锦下这个之前 他曾经十八次破世界纪录 但是他头两次破了世界纪录之后 后来再难超越自己这个界限 怎么练都过不去 后来有一个这个临时 调到他的这个队里头的 一个老教练 助理教练 在他有一次练习之前 这个布伯卡 跳了多少次都跳不过这一关 眉头紧簇 而然后这个老教练 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布伯卡后来回忆说 这一句话 使他终身受益悲浅 使得他后来屡屡超越过自己 什么话呢 老教练跟他说 你要想跳过去 必须让你的心先过去 你的心先要过去 你的人才能跳过去 如果你的心没有过去 就算你的人偶尔过去了 那也不是真正的过去 所以心贼不破 就算一时得胜 也不算真正的解决问题 所以要治良知 官员和百姓都要治良知 所以杨明先生 你看他的心学 听从自我的内心是最重要 所以曾经他在这个北京 除州讲学的时候 包括他的好朋友 湛若水都曾经批评过他 批他什么呢 说杨明先生 喜多言 又话特别多 大概聪明的人话都多 杨明先生 本身就特别善于讲学 上课 喜欢说话 我们现在都流行一句话 叫沉默是经 大家都认为 包括这个杨明先生的信徒 后来曾国藩都说 借多言 不要多说话 但杨明先生 听从自己的内心 他曾经在给他的这个学生 一封信里头 就说沉默虽然是经 有时候生活中 但是在这个人生理想最新就冲 沉默有可能也是写 就说沉默有四种威胁 第一种叫做愚蠢的沉默 有疑问 却不去学习 却不去探索 却不去提出问题 叫疑而不问 辨而不辨 这叫什么 自己骗自己 自己哄自己 这叫愚蠢的沉默 使得自己不能进步 二一种 就是狡猾的沉默 和人与人交往过程中 通过不松化沉默的方式 去讨好别人 装老好人 这是叫狡猾的沉默 第三种叫做欺骗的沉默 就故作高深 骗别人 其实最后也把自己骗了 那第四种最严重 它总结为叫莫之贼 沉默中的贼 是什么呢 深知内情 却装糊涂 甚至怎么样 反过来还布置陷阱 因为说这个西晋的时候 有一个大臣叫何征 这个何征很聪明 西晋初年 金武帝司马延当政的时候 他已经做到派位位列三公 但是有一天 在这个朝堂之上 默默不语 回家之后 吃饭的时候 家族聚居 他就给他的自己儿子说 你们这一代 还能收得全失 估计到你孩子那一代 就危险了 然后他儿子就很奇怪 老爹今天情绪不高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说这么可怕的话 现在不是朝廷兴旺 国家兴旺 然后我们家族兴旺 都蛮好的 怎么会这样 何征摇摇头说 皇上在大殿之上 国家朝义之诗 不谈国家政事 谈的都是什么 谈的都是 这个东家长 李家短 最近哪一个菜馆 有一个什么菜很好吃 然后最近又出了一套 什么时尚的服装 很好看 都是这些事情 这不是国家兴旺之事 对不对 非国家兴旺之相 这样下去 朝廷威胁 所以我估计 我们这个大晋王朝 撑不过几十年 你这一代 还能勉强过去 就是到你孩子那一代 他孙辈那一代就危险 后来果不其言 何征的这个判断 都应验 这个大晋王朝 我们知道 就有钱就是任性 食从豆腐 然后主政者 也不务正业 然后两三代之后 立刻就崩盘了 果然何征的 他的儿子 还逃过一劫 到他孙子这一代 大多死于战乱 我们知道 唐太宗李世民 最喜欢读史书 所以有一天 朝会之上就给大家 说了这件事 说昨天晚上我读禁书 读到一个 人叫何征 这件事 大家讨论一下 大家都说 这个人有眼光 怎么怎么样 和李世民最后 听听摇摇头 说这个何征啊 就是莫知贼 说既然他能看到 这个事情 看到这个朝廷的威胁 国家的威局 他不在朝廷之上 给皇帝提出来 给主政者提出来 回家 说给自己儿子听 这就叫莫知贼呀 就是这样 在该说的时候不说 保持沉默 然后其他的地方 玩弄自己的小聪明 然后话锋一转 你们有些人评论未争 当面给我提意见 是作秀 是不是 其实这都是 小家子起没眼光 我一争这叫大智慧 看到我的缺点 看到我的问题 从来不保持沉默 然后给我提出来 这是对国家有意义 这是真正的大智慧 所以你看 杨明先生对这个 沉默事显的这个分析 所以好朋友战若水 喜欢批判他 洗多言 结果怎么样 他自己分析沉默的威胁 听从自己的内心 这就是心学 所以杨明先生 主政难干的时候 军事上获得胜利之后 他认为这只是 万里长征走出一小步 最重要的是如何 使得当地的百姓 能够治良知 当地的官员能够治良知 使得当地真正常治久安 首先要破新宗贼 所以杨明先生 曾经这个说过 有一类官员 他特别讨厌 不是那种失位素参的 再其位不谋其政的 这当然是更让人讨厌 但有一类 有爱民之心的 但是杨明先生说 虽写爱民之心 未有爱民之政策 这种官员 也不值得退下 也让他觉得讨厌 为什么呢 就是竟做了一些表面的东西 没有落实到真正的实处 没有让老百姓 得到真正的实惠 这不是好官 不能彻底的 根本的解决问题 这不是好官 这就是杨明先生的政绩观啊 在王阳明难干主政期间 虽然四大土匪之一的 詹师傅已经被灭 但是除了剿匪 还有诸多问题 深深地困扰着他 那就是如何治理这片土地 如何彻底杜绝匪患问题 如何使老百姓 真正的安居乐业 长治久安 这些都是一直营绕在他心头 挥之不去的难题 没想到的是 一个小小的相词 却给了他解决这些难题的灵感 杨明先生说 该盗贼之患 辟出病人 兴师征讨者 真要公治之方 见献辅己者 饮食调色之道 图示公治 而不调色 则并不选走 混水 扁鹊仓功 无所失其素也 如果治标不治本的话 时间久了 这个地方的乱就很难治 哪怕这个名医 扁鹊仓功 这样的人 玄乎即逝 也难解救这样的病人 所以 治标 不行 关键的 作为一方父母官 关键要治本 怎么治本呢 首先一个 见献腹肌 凭了这地方的匪患之后 老百姓都在流离失所 今天他是流民 明天你走了 他又变成土匪了 对不对 你要让他怎么样 安居乐业 你怎么让他安居呢 这就是你政府应该做的 让百姓安居乐业 你要规划 你要设计 你要倾注心力 所以 杨明先生在凭 难干匪患之后 向朝廷申请 新设了好几个县 一个叫从义县 推崇仁义 从义县 一个叫和平县 一个叫平和县 这三个县 从义县和平县平和县 现在还在 这都是杨明先生新设的县 使流民聚集 让他们安居乐业 这叫什么 这叫至县安居 杨明先生在那个地方 重新规划 重新教化 什么启发老百姓的这个 良知呢 讲学 我们知道他最擅长的 其实是讲学 所以这个平匪患之后 新教化 赫州城里就重修廉西书院 也建了杨明书院 再加上杨明先生 讲课讲得好 据说当地的这个 地方志记载 杨明先生讲学的盛况 到什么地步 万人空向 说是那个杨明书院里头 联系书院里 只要杨明先生一讲学 这个人山人海 甚至连那个墙头上 树上都这个坐满了人 没有座位 站在那听 站都站不下 就爬到墙头上听 墙头上都爬不下 爬到树上听 就一时轰动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可以有这种 教化之功呢 杨明先生认为 首先前提 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 关键是你怎么引导 启发他的出现 他当年在贵州的时候 有一篇著名的文章 叫《相词记》 那个还载入古文观止的 我们说杨明先生其实是 也是大文学家 大书法家 古文观止里头 明代的知识分子里头 选入古文观止的 最多的就是杨明先生 一缕文我们讲过 还有一篇就这个《相词记》 《相词记》 《相词》是一个人 谁呢 是顺的弟弟 我们知道 这个三代贤王 对吧 姚顺宇 顺不得了 顺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贤明的人 但他这个弟弟呢 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 是他的后妈生的弟弟 顺的母亲 早年去世 他的父亲叫古首 古首 我估计也是后人 这样骂他 说他瞎眼的老头 说他瞎了眼偏心 不喜欢这个大儿子顺 喜欢那个小儿子 相 然后相的这个妈妈 也就是顺的后妈 非常不喜欢顺这个儿子 然后在家里头 瞎了眼的老爹 和这个后妈 和这个 一心想害哥哥的这个相 这个弟弟 三个人就合起伙来 要害这个哥哥 可是顺怎么样呢 一片仁爱之心 孝心 感化他们 以至于姚后来知道这件事 觉得顺 哎呀 真是不错 后来发现顺 他们家搬到哪个地方 在顺的影响下 大家 安居乐业 礼仪教化 对吧 所以 后来姚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顺 这一下相更是恼火的不得了 要害他这个哥哥 有一次这个昌龄 昌龄石嘛 而治礼仪嘛 这个昌龄 就是粮仓的这个顶上 说这个地上面漏了 漏水了 就让顺上去修 然后这个爹和这个弟弟 就在底下 把梯子撤了 然后放把火 要把这个顺给烧死 顺很聪明啊 胳膊上绑着两只斗粒 然后从上面跳下来 可见最早的降落伞是顺发明的 起到了降落伞的作用 一计不成 向右想了一个办法 让他去挖井 挖井的时候 顺在底下 然后这个瞎了眼的老爹和这个弟弟 狠心的弟弟 还有那个后麻就在上头 填土 要把这个顺埋在底下 活埋 以后顺很聪明 旁边事先挖了一个旁通暗道 从旁边道里头出来 这个弟弟以为哥哥肯定死了 高兴得不得了 给老爹说分家 这主意是我出的 顺 摇赏给他的那些东西 包括两个女儿都归我有了 好 然后要住到这个顺的家里头 结果这时候看到顺回来 想大惊失色 说我正在思念你了 顺也不点破 就是啊 还是感化弟弟 后来这个父亲 狠心的老爹 瞎了眼的老爹 狠心的弟弟 这个狠心的后妈都被他感动了 所以姚为什么散让位置给孙了 所以当时在贵州的时候 当地苗人 祭祀这个相 相词嘛 就给这个顺的弟弟设了一个祠堂 重修了这个相词之后 所以请杨明先生去写一篇 祭文 相词祭 杨明先生一开始就很纳闷 说相不是什么好人啊 苗明怎么会 祭祀这个相呢 哦 后来经过考察 经过文献 然后杨明先生终于想通了 一则 对吧 通过祭祀相 来表达人们相顺的敬意 二则 说明相在顺的感化下 最后怎么样 实料要记载 封他弟弟为诸侯 然后这个相 也请了贤人来治理这个地方 使得百姓安居乐业 过上了好生活 所以相在顺的感化下 后来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成为一个大家值得纪念的人 一个好人 所以杨明先生就感慨 连像这样的人 原来凶狠恶劣 到这个地步 良知发现之后 你看人生也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所以每个人 内心都有良知 你要启发他 引导他出现 所以要教化 所以社会文明要怎么样 要推进 要制度设计 要引导 要影响 所以在这个理念下 杨明先生 你看见现复及 然后讲学教化 制定规章制度 更关键的是 替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山贼一除 新贼难破 据史书记载 王阳明在南干主政的 两年多时间中 除了剿匪之外 他的精力和时间 都花在了 为老百姓办实事 和教化民心上 那么 如何使当地百姓 治良知 破新中贼呢 在南干主政期间 王阳明还特别 关注了哪一类人 为什么被大家都 嘲笑的一个人 王阳明却要亲自 为他转文立碑呢 他在当地 因为他向上 要了控制权嘛 免税 解决老百姓的 切实问题 包括 这个当地干旱 不下雨 他亲自 设祭坛求雨 好像说像这样的 大知识分子 还讲迷信吗 你想想 这个杨明先生就说了 苏东坡当年 对不对 在陕西 凤霞 在徐州 这个知府任上 碰到干旱 也是贫贫求雨 所以 当地的老百姓 就把杨明先生 起雨的这个地方 建了一个纪念亭 叫石雨堂 甚至他还最早的 关心到了 社会 社会上 名义上 是最底层的一类人 我们知道 在古代叫 市农工商 对吧 哪一类人 商人 他曾经说 求以宽民 反以困商 商独费 无名乎 虽然市农工商 商人排在最底下 但是 既然说爱民 难道商人 不是民的一种吗 难道政府 不应该帮助他们 关爱他们吗 这不也是一种爱民吗 所以你看 杨明先生 从这个 爱民 呵护百姓 真正的关心的层面 从制度建设 到具体细节 考虑得非常的全面 这样的 他的施政方针 才怎么样 落到实处 这叫什么 这叫真正的 责备昌生 所以他的政绩 不光是贫匪患 他是真正的 把惠民 做到实处 然后通过具体的 惠民政策 惠民措施 改变当地的社会风貌 社会土壤 然后再通过教化 引导 你比如说 他有一次下乡考察 就发现有户人家很穷 相里相亲 不仅不帮助这户人家 还嘲笑他 就说他很穷 正是活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家本来不该穷的 这户人家 叫什么名字呢 这户人家 这户人家姓龙 叫龙涛 龙涛原来是县城 退休了 县城啊 虽然官不大 也是八品官 县政府里 除了县令 县城就是二把手 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 但是因为龙涛向来清贫 廉洁自律 所以退休之后啊 没有多少家财 结果反而村子里头最穷呢 大家都笑他 哪个罐不贪啊 别人怎么都过得那么富裕啊 你没本事吗 你贪到钱吗 不仅嘲笑他 还污蔑他 杨明先生下县 直到这件事之后 回来走去 很愤慨啊 然后立刻 一文相礼 还专门为龙涛立了个碑 在这个碑文里头 杨明先生轻转碑文 就愤慨地说 贪污者 成肥一青 肥马青球 贪污的官员 洋洋自以为得志 而渔民尽相亲切 大家反而羡慕这种人 只要有钱 不管他是不是贪污来的钱 居然都羡慕 社会风气 一败如斯啊 到这个地步 清净之事 只无以为生 像龙涛这样 有节操 有底线 有操守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清官 这样的官员 相当邻里 不知周序 反而讥笑 可见社会风气 差到什么地步 风俗伯恶如此 有私其能 持其责 这是老百姓的责任吗 杨明先生说 不是 是政府的责任 是朝廷的责任 是官员的责任 社会风气 带到这个地步 笑贫 不笑仓 对不对 笑清廉的官员 而对那些贪污的官员 只要有钱 大家就羡慕得很 这个社会风气 败到这个地步 说明什么 社会的底线被突破了 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了 没有价值底线 就是不停地秀下线 所以这些官员也好 这些计较别人的百姓也好 不分是非的百姓也好 都纷纷地体现出 社会底线 价值底线 被突破之后的可笑面目 所以杨明先生痛心疾首 杨明先生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而且去解决 而且树立 龙涛这样清官的封碑 这就是破心中贼的历程 甚至是作为一个官员 替整个朝廷去破心中贼的历程 所以不光是一个人要破心中贼 一个组织 一个团体 他也要破心中贼 这样才是真正的 怎么样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才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心中的治良知 所以我刚才讲了 体制内也有心中贼 所以杨明先生 你看最后一个面对的心中贼 还要面对一个 是什么呢 不仅官员 百姓 他大败 三十父之后 出战大劫之后 立刻体制内的贼冒出来了 公元1506年 35岁的王阳明 刚刚步入仕途 就因为得罪了大太监刘瑾 而被贬官农场 跌入人生谷底 十年之后 45岁的王阳明 奉命难干剿匪 险险又因为另一个宦官 而麻烦不断 那么这个宦官是谁 又是谁帮助王阳明 逃过一劫 请继续收看 五百年来王阳明 第十五集 破心中贼难 当时浙江的 这个镇守太监 这个家伙名字叫毕真 一看王阳明 巡抚难干 出战告捷 大获全胜 一看哎哟 王阳明这家伙厉害嘛 看来我应该到那去捞点油水 是吧 他打仗一生 我跟着去做监军 那我不是 哎 朝廷封赏 先都要落到我身上吗 监军啊 在明代权力大得不得了啊 是吧 所以就给朝廷要求 我要去杨明军中 做监军 这事要是成了 那王阳明就麻烦了 为什么一个太监在旁边撤走 而且这种太监 唯利是图 是不是啊 万官乱政 那杨明先生可就麻烦了 所以 这个最后的这个体制内的心中贼 很危险啊 幸亏怎么样 幸亏有人生知己王穷啊 这个毕真要求去做监军 然后 王穷坚决不答应 本来这个皇帝是同意的 万官嘛 就像他身边二人 是不是啊 但是王穷坚决不答应 我认定王阳明此人 可以彻底平复 难干匪患 你现在弄个人去撤走他 这怎么行呢 到最后王穷愤慨地说 国家有此等人 就是王阳明这样的人才 不予以权柄 还将有谁可用 王阳明你都不用 不全部信任他 还弄个监军去 你还有什么人可以用啊 我告诉你 王阳明就是不试出的奇才 我们大明王朝幸亏有他 对不对 大明受屈一指的人才 大明一哥可以称作 是不是啊 你不全权信任他 不让他全权负责 搞一个人去监军 监视他 撤走他 你大明王朝你就完了 对不对 你还有谁可用啊 所以在王穷的一再坚持下 就没有派宦官去监军 这个毕真想去做监军的 这个想法就没能够成功 所以最后 这个新宗贼 那是王穷帮他克服的 所以杨明先生破贼之后 破三宗贼 然后如何使当地长治久安 这才是他思考的关键问题所在 也是他心学大智慧的所在 落到实处 变明会明 爱明 要怎么样 要落到实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王阳明自己心中也波澜起伏 虽然坚定 他每到一个地方 这个我们知道 他最大的爱好 其实不是打仗 不是当官 而是当老师 而是上课 而是教学 说他每到一个地方 然后怎么样 出入贼壘 未辖凝居 以讲句不散 刚刚评了个匪患 就在贼窝里头 立刻召集学生 我们今天还没上课 来来同学们来上课 所以他在难干评匪患 很多学生跟着他 在这个地方 他每天还要上课 他日理万机 他还能上课 给老百姓上课 给官员上课 给自己的学生上课 有很多学生跟着他 但当时有一个 他最喜欢的学生 没跟着他 在这个浙江老家 替他管理书院 王阳明说 我这个在这南干平匪 没多长时间 解决问题 我回来还要到老家来 开阳明书院 最喜欢的学生是谁 就是徐爱 我们前面讲过 对吧 徐爱对王阳明的作用 就像柏拉图 对苏格拉底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王阳明最重要的传习录 最早是徐爱进行编辑的 徐爱在这个 做学生的过程中 把老师的言行 编辑起来 编成了传习录 这是王阳明 新学智慧的核心读本 当然徐爱 后来死得早 其他学生再把传习录 编起来 那个当年 苏格拉底也是这样 素而不做 只讲 不写 孔老师也是这样 然后柏拉图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 把老师的思想 进行编辑 然后呈测 苏格拉底的思想 所以才 这个绵延千年 传播下来 所以徐爱的作用 就相当于柏拉图 对苏格拉底 就相当于 孔老师的学生 延回对 孔仲尼老师的作用 所以当年 徐爱曾经给 杨明老师 说过一个 说我曾经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仙人 对我说 说你这个 有延渊之财 就是延回的 这个财学 但也有延渊之命 也活不长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杨明先生在这个 难干平匪 结果 老家传来消息 最爱的学生 徐爱 病逝了 果然 三十岁 跟延回一样 早早的去世 一五一八年 学爱病逝 然后 杨明先生在 南干巡抚任上 接到消息之后 痛哭失声 连连感叹 天上瑜 天上瑜 当年延回死的时候 孔老师 孔子也是 含着泪说 天上瑜 天上瑜 就老天啊 你太残忍了 你把我最重要的 接班人 怎么能让他 掀我而去 对不对 也是白发人 送黑发人 不胜挨他 挨桑之止 所以杨明先生 当时也是 所以你看啊 他经历 徐爱离世 在这个时候 如孔子之上 延回 天上瑜的感叹 但是 他的责任是什么 他的责任是 难干巡抚 要费患 要保一方百姓 长治久安 所以他还要收拾起 悲伤的心情 要完成他的职责 要还一方百姓 长治久安 安居乐业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终 谢谢大家